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 狼牙榜二 一观藏亡灵 以古归美灵 他才是整部剧最悲惨的人 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 狼牙榜二只风起长林 终于用实力迎来了口碑收拾双丰收 尤其是最新这几集更是看的人热烈盈眶,好评不断,豆瓣评分也已经高达8.4分,而作为该剧的灵魂人物,长林王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了。 长林王萧婷生是长林君主帅,梅长苏表直,也是萧平章,萧平经之父,他是忠义之魂的代表,一生戎马,忠肝义胆,日月可照,可同时,他也承受了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苦,幼年丧父,中年丧子,老来还要遭受诬陷和质疑活活被弃死,如果没有赤焰一案那场变故,其王仍然在世的话,萧婷生或许就成了这天下之主。 然而现在他不仅要饱受质疑,如吕薄冰还要受奸人无限,几乎家破人亡,可是即便是这样,他也仍然心怀感恩,不曾心生缘分,贪念权位,一生赤诚,也不枉当初晋王的收养以及梅长苏的教导,大家可以便是在当备影视快搜,光看次剧最新剧情更新哦,即使落得个如此下场,萧婷生在临终之际,却依然对萧婷生说, 自己这一生有三大幸,其一,得欲仙师指导,去除了我心中的怨分,其二,蒙仙黄恩雅,力两代明君,从来未曾被人猜忌过,其三,家中和睦,膝下有平章和你这样的好孩子,看到这里,瞬间泪奔有木有,大家可以便,是在当备影视快搜,光看次剧最新剧情更新哦,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萧婷生开始向平生交代后世,为父走寥寥以后,这长灵二字并不该再束缚住你了,从今往后,或使长嫂幼直,不必执念,而最让人类奔的,还是那句为父的葬礼,你应该记得吧,一观到亡灵,一股归美灵,可见比起这悠悠朝堂,他更心生向往的, 还是那美领深处的自由自在,他这一生都是为责任,为一物而活,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为自己考虑过,那一句你本爱逍遥,奈何生在将门,既是对平生说的,也是对他自己说的吧,只是这唯一的愿望,也只有在自己死后才能实现,一代中门到最后却落得,如此下场,不知道萧平生死后,平生一个人该怎么面对这风气云涌的一切。